欢迎回到好家五报 随着国民党抽筑换猪的尘埃落定 2016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最终将上演英伦大战 暂时放下新北市政的朱立伦火力全开 不能让蔡英文躺着选的表态 让我们看到了朱立伦的豪情壮志 似乎与2010年新北市长选战 打赢蔡英文时如出一辙 不过来自家庭国民党内 以及对手的压力 是朱立伦不得不面对的困难 昨日是向新北市府请假的第一天 朱立伦立即开启选战模式 一早连赶两场广播专访 在采访时朱立伦保证 绝不拿辞职这张牌当作选战筹码 并强调参选是要给台湾人民选择 同时朱立伦也不忘把炮口 对准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炮轰其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 抽象不实 再多的痛苦 再多的不愿意 我都要承担 我不能让民进党 不能让蔡主席躺着选 不用表达清楚 不用做任何的政策辩论 不用做任何的政策比较 然后他就自然当选 我觉得这对台湾人民太不公平了 而谈到党务朱立伦则以鸡兔同龙形容国民党 感叹党内南辕北辙 本土都会深蓝浅蓝 极度敌对 导致选战过程不断争执 他自认可以化解很多问题 但事情远比想象中的更复杂 因为违背不参选的承诺 朱立伦受尽冷嘲热讽 虽然党内的不满情绪 可以通过放低身段来安抚 但面对加厉的反对 朱立伦流露出的 则是深深的不舍与抱歉 我只能说 下辈子你重新选一个先生 你这样跟他说 是啊 你这样跟他说 为什么 因为我对不起他们 他有 他不让你选 当然 我太太不让我选 我子女都不让我选 但是 他们只能无奈 除了平平接受媒体专访 朱立伦明日起还将密集下降 首站将前往台湾中部 预计超过十个行程 国民党党中央 今天召开首次复选行程会议 敲顶相关细节 密度不会低于马英九 两次竞选时的铁人团 距离投票 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朱立伦的选战步调 毫无疑问地印证着 他正在为上周 国民党领权会上 给人民另一个选择 给台湾另一个机会的目标而努力 对此 台湾